Hello各位亲爱的观众 老爷们大家好 感谢收看三号大叔 为您带来的刀塔尔直播比赛解说 来看一下星辰对战Alance的总决赛 BO5第四场比赛 2020年的SRI Major 看到这场比赛双方的一个BP 感谢晨晨大佬的打赏 谢谢大佬 大叔加油 SF Major刷一套房出来 刷一套房出来 开心 来咱们看一下比赛 那上一场比赛星辰是很可惜输掉的比赛 没有能够用 比法师这个英雄拿下比赛 来给Burning 这个扬眉吐气一波 但是呢 我不要紧 现在还有两个赛点在手里面 这场比赛呢 是拿出来了独狗家人马 Alance呢 则是继续拿出自己唯一获胜的英雄DP 最近Alance 其实他们其他的中单位英雄胜率都挺一般的 就DP还说得过去 也算是他们现在 唯一能够去应对星辰 这支战队的一个办法 第二手拿出来一个神域 还是要死保这个DP 无解肥 他们甚至已经是把DP放到了一手的 一抢这样的一个位置 话说这场比赛 不知道星辰他们是怎么去做的选择 在最近的版本当中来说的话 一般是夜眼方在比赛当中胜率会相对高一点 哦 小精灵拿出来了 小精灵拿出来了 这场比赛对方是搬掉了一个电狗 搬掉了VS 前三手小路 拉比克和小强 费的拉比克也是真不敢放啊 星辰前三手是AA蝙蝠伐木机 四五手搬掉了黑咸和小狗 上场比赛确实对方的这个黑咸太顶了 真的是这个黑咸太厉害了 这场比赛星辰的一号位准备去拿什么 有观众咱们这边这个数据狂魔 对吧 数据之王表示说 这场比赛感觉露娜的概率又高了一点点 露娜 露娜这个英雄打DP 倒可以 倒倒是可以 但是要看一下对方 大各位拿什么 精灵小小的概率不是太大 相比之下的话 精灵飞机的可能性还高一些 精灵小小的可能性真的是一般 这场比赛星辰这个阵容配精灵飞机的话 还挺厉害的 独狗跟人马两个人可以去打先手 然后呢 精灵带着飞机飞过来直接收割 最后中单可以放一手 适合冲脸的英雄 能够去hold住局势冲脸的英雄 像电棍啊之类的英雄都是可以上的 打DP这个英雄的话 前期对线不用考虑太多 大部分的英雄跟DP对线都很难打出来 绝对的优势 可以保证自己的发育都可以 电棍这个英雄的好处是 可以在团战的时候作为一个先手冲脸的位置 对方这个阵容只要没有特别强势的 这种无视模面控的爆发 电棍就应该能站得住 国内是不是还不会打小精灵大哥 小精灵大哥为这个东西 会不会是一方面 主要是这个东西吃节奏吃的有点厉害 拿冰龙了 拿冰龙了 其实我现在有一个可以给他们指一条明路 就是虚空 清晨这个时候拿一个虚空他就厉害了 拿一个虚空被对方三个人玩客 不过曾经有一段时间 SCC是被称作虚空人助力 果然是精灵飞机 精灵飞机在这辆比赛当中 算是最合理的一个选择吧 就按照目前的这个位置上来说的话 好将没见过精灵美度杀 就不知道精灵美度杀没用 精灵美度杀是真的没用 阿兰斯选择在第四转达 出的是一个马尔斯 3号来马尔斯 4号位的冰龙 5号位神域 中单的和DP 然后还差一个大哥位 尼科卑比的英雄 清晨这场比赛 飞机应该还是交给SCC去打 就是差一个全的英雄 中路打对方的 其实真的电棍是一个挺好的选择 不过这场比赛 对方拿了个冰龙 拿了个冰龙就有点麻烦了 咱们就是这个 大胆的去构想一下 大胆的构想一下 就是说 如果在不考虑英雄熟练度的情况下 这场比赛星辰有一个征担英雄 可以选就是沉默术式 这场比赛拿个沉默术式真的很凶 就任何一个英雄打一个先手 然后小精灵带着往后飞 沉默术式开一个大 这个团战怎么打都好打 因为这场比赛对方需要去解沉默的两个英雄都没钱 神域跟冰龙这哥俩都没钱 而且解沉默的话 按照这场比赛的阵容来说 最好的选择应该是莲花 这个东西挺贵的 最后一手选择搬了一个TA 搬TA这个动作我没太看懂 但是中单沉默这个东西在我有印象的几千场比赛里边 就是我自己直播和录制的几千场比赛里边 我有印象的打的效果最好的 就是最近一次 我忘了是哪个队伍了 拿了一个中单的沉默术式打的效果相当好 但是这个东西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双刃剑 真的是砍自己跟砍对面一样 疼的一把双刃剑 用好了真的无敌 用不好的节奏起不来的话 真的废物 当然有之前有出现过一个神操作 就是神乐 预读一个去运之末 预读一个去运之末给自己 然后呢 陈波术式一个大招上来以后呢 会被强制打断 打断了以后呢 这个去运之末会自动读出来 打到自己身上 把自己的沉默净化掉 有这样的 有过这样的操作 具体是谁吧 是外队还是谁吧 干过这个事 还是Noah XNoah 还是Noah干 最后一手 Lance选择拿出了虚空 确实他们这个阵容拿虚空是很好的 这场比赛星辰这个又有点迅速极少 这个阵容 对面这个阵容太好发挥了 黑鸟吧 最后一手拿个黑鸟 拿黑鸟就赢了 讲道理 相信我 拿一个黑鸟就赢了 nice 拿黑鸟就赢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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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宙斯也很好用吧 宙斯不行 宙斯跟黑鸟的区别在于 黑鸟可以一个大秒虚空 他真的可以一个大秒虚空 不是开玩笑的 这个 我作为一个一号位的虚空爱好者 是吧 我绝对不是说 我自己爱用黑鸟 然后我去秒虚空 然后很多人就会说 这个虚空太菜 是吧 我是经常被秒的那个 所以我跟大家说 黑鸟打虚空 他是真的能秒你 而且这样比赛他拿一个黑鸟的话 是黑鸟加赌狗双关 那你太菜 有道理 那不还是虚空太菜吧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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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没毛病 感谢威廉加的Joker赠送的办卡 他说摄像头一直开着吧 反过来 虚空秒黑鸟也容易 原来的虚空 秒黑鸟容易 现在费劲 因为黑鸟这个英雄 现在太肉 但是虚空的智商并没有提高 黑鸟表示 我变硬了 对吧 我变硬了 也变强了 虚空表示 我还是那么傻 不过讲道理 你这个开打之前 就先把自己变成一个秃头 是要闹哪样 啊 直升机 开打之前 看还有没有其他的秃头 光头 还有没有其他的光头 我变秃了 也变强了 讲道理就冲这场比赛 这个秃头造型 这场比赛也赢了吧 秃头都秃了 谢谢陈辰大佬的打场 大叔既然说了 那不赢就脱衣谢罪吧 头变秃了 那再不赢就过分了 不会用B 躲黑鸟大的虚空 配影 丑顿狗头 然后比赛 精灵飞机的这个组合呢 在中国战队手里边 应该是全世界打得最好的 讲道理 中国战队 但是反过来说 中国战队除了用小精灵 配飞机以外 他配别的都不行 这也是不知道为什么 这陈佛最后是被 这里人马拿到了 还是不错的 让这块 赌狗关了一下 对方的神域 但还是被神域拿到了神域 这个就小尴尬了 有点 他说好紧张 感谢会喊666的 鱼苗大佬 增送的飞机 谢谢大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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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默默默默默默 抱歉 感谢的稍微慢了一点点 谢谢大佬 我揪一根腿毛 以示自省 好 揪完了 登陆黑鸟 现在跟DP兑现的话 不会吃什么太大的亏 理论上 不会吃什么太大的亏 大佬大叔 A杖虚空出啥 配合整活 娱乐效果好 A杖虚空出 各种攻击特效装 比如攻击永远不会 miss的特效 圣剑 一般情况下 为了防止这个道具出bug 我们更加习惯出两个 你知道这么出就行了 看着这里 棺材 一交财 然后虚空主动上来被踩一脚 也不知道是为什么 发到这里应该要交一血了 还带一个平A 人马拿到一血 没滋滋 独狗加上人马 这个组合 也算是历史悠久的一个组合了 怎么说也就有两个月了 这个组合 棺材的这个组合 是在人马这个英雄改完了皮以后 就是他的皮开完了以后 可以主动加攻击力以后 很多人都在 开发和使用的一个组合 但是有些日子 没在比赛当中出过场了 倒是真的 看一下这里 波波卡在连着飞机 然后飞机上来一顿血 开启自己的 打不过 打三三的 感觉有点危险 飞机这个地方 怎么会被打得这么疼 这么高的攻击力 假的吗 感谢麦克雷大佬的打赏 知识大出 希望星辰能赢 谢谢大佬 谢谢大佬 摸摸哒 摸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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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摸 现在上路的虚空 这里关出来以后呢 踩 其实这个地方不踩 这个地方是不踩的 这个地方我原以为 小学生会假装 踩骗一个对方的 跳出来 结果他干脆就没踩 看来果然 我只停留在了第一层 小学生已经去到了第五层 天鸟目前在中路的补刀是8-3 被对方的DP给爆掉了 这个 这个 有点 有点 不大应该 说实话 有点不大应该 就是你补刀补不过对面DP的话 这个可以接受 但是被对面压了一倍的补刀 这个有点离谱了 对面19-7 你这9-4 确实惨了点 而且这还是在降举 没有帮的一个情况下 飞机下路 现在13-7 虽然正补没有对方 马尔斯高 但是多了7个反驳 这个7个反驳还是值点钱的 二叔再有半个月 我就白嫖你的牌子到13级了 白嫖我的牌子到13级了 13级你改有点厉害 那位大佬知道老干爹还在吗 没解散吧 没解散 老干爹 TI 别着急 距离TI还有两个major 李希让鞋以后呢 很点直接一个关 拉断 拉断了以后 回来以后开一个皮 给自己回回蓝 再A一下 还是要先保证补刀啊 这个 虽然这个地方在补刀的保证上面 一直做的感觉有点太 他好像有点过分谨慎了吧 身上有两个魔法 有先灵火的情况下 补刀该不要补的呀 虽然说这种拿补给换补刀的做法 也不会让自己的经济增长太多 反而有可能会亏一些 但是如果一直不去补刀的话 这个经济增长是看不到增长的呀 光靠等工资也不行 来了 大叔欢迎我 我欢迎啊 在这里拨 哦 这个地方波波卡 感觉血量有点危险 不过好在这一个技能没给上去 然后飞机这里可以往左边走了一下 帮这个波波卡的连线呢 再时间延长一点 如果刚才他直接往右边走 拉断的话 这个波波卡挺危险的 那个位置 现在从个人经济来看的话 目前对方的DP是1800多 黑鸟是1500多 这个你就能看得出来 他不去强行拿补给换补刀的一个效果 就是前期的话 虽然说补刀的经济很重要 但是呢 不要太拼 真的不要太拼 这波有机会 有机会还差两轮合击 还差两轮合击 漂亮 高射火炮直接是利用高射火炮的远距离 的伤害带走对方 SJ这个地方反应还是很快的 没有继续选择去追对方 正好来了一波兵线呢 就充分利用一下 剧透A队赢了 对标 对标是A的队伍赢了 是吧 这黑鸟的中路现在的经济 一千八百多 对方DP两千块 那人马目前在上路肥的吓死个人呀 想到里小学生的这个人马肥成这样啊 对面压力还不用那么大 你要是这场比赛如果不是小学生 这里独狗接着 诶独狗这一个关 Dice 再跌一层 NikoVB这波难受了 其实刚才人马如果走上去的话 这波是可以杀的 过完错了 我是可以杀的 不知道为什么没上 我真的不知道他为什么没上 刚才那个地方 哦 人马好 刚才离得比较远 DP这边选择是开打 这场比赛 如果就现在的这个经济啊 换成年轻的时候的老十一 就是你把这个人马 现在这个经济的位置和经济数量 以及这个英雄 你给到年轻时候的老十一 我跟你讲 老十一敢一人骑着对面 五个人脸上就打 那家伙 这个一脚踩 黑鸟有大吗 黑鸟有大 黑鸟有大 一个大招出来 伤害还是不够 蛋疼了 这波完了 这波尴尬了 被锁CD了 小金灵 风光奶 虚空这根输出不够 人马开大跑 人马在临死之前把他给开出来了 掩护了一下这个黑鸟撤退 还行 还行 这波 这波对方DP虽然说是没有死 但是他的大招也并没有能够去成功的推掉中路的一塔 这样等黑鸟回来以后还可以继续在中路发育 人马的节奏被断有一点伤 说实话 这个真的有一点伤 一个无解肥的人马在上路压对方 虚空压的非常舒服的情况下 这个节奏被断一波还是很难受的 爆发还是少了一点点 对方DP这个英雄太硬了 开启吸血的情况还太硬了 欧巴卡这里想抢服 神父杀掉了上路 是一个恢复 这样是老十一的人马 老十一敢一个人骑在对面 全对脸上打 而且他要骑在对面 全对脸上把对面给打炸了 老十一在他自己巅峰期的时候 他就是有这个能力 绝对老十一在自己巅峰期的时候 全世界我觉得他是最凶的三号位 没有之一 而且他是胸和这个实力坚固 小学生的人马的话 小学生他的特点是更加的稳一些 他更喜欢在寻找机会方面 他要更强势 他要更强一些 他不是很习惯 骑在对方脸上去打对面 老十一像这种时候 老十一是不会去断兵的 老十一会直接带着兵过来 就A你 就是兵线只要一进塔 我就过来 你敢补刀我就踩你 你敢补刀我就给你个双身剑 双身剑完了以后你跳 你跳完了以后我接着追着你吹 他会这么打 他会让对面很难受很难受 这个状态 这个关 然后飞机过来 一个大招出来以后 导弹有没有 跟上 一个长毛给的还是有点溜了 但是飞机这个地方两个导弹都追上的话 高昼火爆打起来 漂亮 完成了对对方三三的波击杀以后 飞机继续保持着自己经济的一个发育速度 虚空继续跟人马两个人互飞 你看这个人马 他现在就是比较重自己的发育 这个就是个人特点的区别 你换成老十一 换成这个 之前的 还有谁来着 之前的小书童 Inflame小书童 他也是会直接带着兵线 就上去A这个虚空的 就是见面 甭管三七二十一 我先一个双人剑怼你脸上 你自己爱干什么干什么 我不管 反正先一个双人剑打脸 你想他的是补刀门也没有 感谢一门赠送的能量电池 和红色的列车大佬的能量水晶 可都是啥礼物 都不知道是什么礼物怎么办 我好尴尬 但是老十一崩的时候是真的没声音 谁说的 老十一崩的时候声音也很大 送的非常快 看师傅大叔老十一去老跟家打三 查猪精打一了吗 是的 黑鸟的经济 这场比赛差点的话 没什么办法 但是这场比赛 黑鸟的运气很好 他出了一个暗淡凶针 暗淡凶针这个道具 对于黑鸟而言 哎 看一下这里 精灵飞机过来以后 直接被对方一套技能定住 但是冰龙没有到六 冰龙还没有到六 虚空这一个大招大咒 黑鸟关 漂亮 出来以后 虚空的大就已经结束了 这里直接连走 nice 这样的话 SCC全身而退 这波对方 所有的技能全交 但是并没有能够 去击杀掉这个废机 DP没有蓝 DP这里虚空跳过来 再接着追这个毒狗 毒狗十个魔码吃 关一手对面吗 十个魔码没吃 他现在是 忍了一会儿 看一看 看上三三 这里应该要杀 他有大 他这个地方有大 应该是想杀 但是虚空从后面过来的这个位置 让对方提前往回撤了一下 三三这里落头 大招开出来 给上一套技能 一个长矛盯上去 但是人马踢下来了 这波兵工一个大招给上去 还是打不掉 伤害不够 这里关一手 SCC这里被对手救下来 虚空跑 黑鸟有大 黑鸟有大 大招直接甩他脸 对 直接大招甩脸就完了 这时候再接着给输出 飞机状态不是很好 人马往前顶 人马很硬 人马很高 这波不行了 对方人也来 他都来了 DP又大了 这波还行 两边互交了一波技能 但是都没死 对于星辰来说 可以接手 这个阶段可以接手 感谢三号大叔的美胸 大佬赠送的十张弹卡 谢谢大佬 黑鸟这个阶段等级太低了 先不用着急 而且黑鸟在团战的时候 它是需要有一个积累的过程的 完全没有积累的过程 这边小精灵带着飞机 直接飞 去找对方的三三 三三这个地方没了 人漂亮 这波起完了以后 回去的位置还好 比较安全 不用担心被对方蹲 打崩了对面三号位的马尔斯 几方交出了一个比较惨的黑鸟 可以接手 讲道理可以接手 因为这场比赛 黑鸟是一个英雄 他的装备呢 黑鸟是一个在 中立生物装备 对于他的这个伤害提升 是很大的 你比如说别的不说 就光一个暗弹凶针 加225点蓝 这个就可以让他提升很多的输出了 然后呢 除此之外 中立生物这边在二阶装备里面 有一个 壁甲 改成智力壁甲的话 这个东西对于 黑鸟的伤害提升 也是非常非常的多 然后在四阶装备里面 如果黑鸟能够去拿到一个 比如说切枪短刀这样类似的道具的话 对他的伤害提升也不错 如果能拿到永恒遗物的话 当然更好 反正总而言之 在现在这个版本当中 大部分除了五阶装备以外 大部分的装备都是强调一个防守能力的情况下 黑鸟在中立生物的伤害提升上面 中立装备的伤害提升方面 算是比较有优势的一个英雄 这波虚空现在的经济只有5000块 人马目前在下路的一个发育 这场比赛其实让我始料不及的一件事 是这个中路的黑鸟被对方DP给爆成这样 这个让我完全没有想到 说真的完全没有想到 大叔十年老本不请自来 十年老本 感谢可爱的小兵女送送能量水晶 这里毒狗在用自己的技能呢 在提供视野 但是留不住 这个地方人马没有跳刀啊 他选择先还是先做了笛子 来确保自己团战 这场比赛做笛子的收益 我怎么感觉并不如做赤红甲高呢 黑鸟这里两个法球 三个法球 四下 这里直接大招给自己 那毒狗这地方要不要考虑关一下对方 这黑鸟关一下 哎 马尔斯大招没弄住 这要尴尬了 这里还差一个法球 但扔不进去 有点小难受 这个地方有点小难受 吃完这里 推推过来 一个平A 两个平A还行 这个地方还行 看一下人马 啊漂亮 这波定住了对方的一个DP 飞机飞过来以后 一顿血 飞机较大 黑鸟杀给输出 一顿爆发 打上去 直接带走对方 DP完美 再杀一个冰龙 这个冰龙是跑不掉的 呃 他应该是跑不掉的 他大概率是跑 跑不掉的 我觉得他肯定跑不掉了 这个地方 虽然说用技能 又多保了自己一会儿 但是还是跑不掉的 尝尝 噢 藏出一口气 现在的经济 已经追上对方DP了 那么这样的话 也就意味着 他慢慢的开始 要有对对方 虚空的一个击杀能力了 自信一点 大叔 不敢的呀 不敢的呀 你们知道 主播这个行业 现在不好干的呀 天鸟现在已经是 呃 做出快要做出来 自己的大推推了 飞机已经拿到了 自己的A仗 嗯 DP跟虚空这个时候 仗着两个人都有大招 过来跑过来 打一波肉山盾 精灵没有大 但是精灵这边 诶 这个飞机从这路过 连上来以后 在这打野 对方这正好有一个视野 哎 这波尴尬了 这波团战 其实是可以打的 因为毕竟团队经济 现在领先了7000块啊 让对方偷了一个肉山盾 这个没想到 估计可能 因为他们现在 没有任何的进攻视野 他们不知道 对方这个人 是在打钱 还是在开悟 也没有在肉山处 做保护眼 所有的视野 都是对方的 呃 不得不说 这个星辰的视野工作 做的 稍微差点意思 想到了一个时候 这二天都 最后是废的 毒狗拿掉 太开口了 那一瞬间 大树脑中飘过了 千百户自己曾经的 毒奶命场面 哈哈哈哈 直空刚刚做出来 自己的一个狂战火 飞机这边身上有一仗 呃 小灵灵 得连一下 呃 在对方的虚空 身上 呃 这个 直接被秒吹了 小灵灵这边被秒吹 有点尴尬 他这个阵位 有点难受 但是好在对方 也不敢接 这个团战的位置 不能打呀 自己降游位的位置 很差 你给我关一下 直接往回跑 这个地方真的要赶紧走 因为上路 这块黑鸟 是露线的 小灵灵 呃 不对 这个地方 情况有点不大对 这里得赶紧回来 黑鸟的TP有没有 黑鸟没有TP 完了 这样的话 只能送一小灵灵了 也还可以接受 这个结果可以接受 对方马尔斯买活以后呢 交一个小精灵 可以接受 呃 这个地方 吓死我了 这波团 真的 我 这个 这个位置 我看小精灵 飞过来 我的第一反应 就是他从哪儿飞的 我一身的冷汗 刚才 还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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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波小精灵 他自己回来了 看到对方 其实马尔斯要不买活的话 还没捕 他买活了以后 这星辰里边 肯定是白送一个小精灵 他驱空这波 他不敢不交大 他不知道对方 到底这个人在哪 如果他不交这个大招 对方小精灵回来以后 你让对面这两个人跑了 然后黑鸟 等着黑鸟过来以后 给上一个关 对吧 把人一救 毒狗这边给一个关 把人一救 你这团战就没法打了 很难受的 这波肯定是赚的 就是结果绝对是赚的 但是刚才那个位置 吓了我一跳 就实话 刚才这边人马的 这个一脚跳踩 踩住 这个地方的进化 给它稍微慢了一点 对方直接一个大招救一手 然后马上黑鸟 给上一个关 人马在里面 把对方所有的技能 全部吃掉以后 黑鸟风光输出 冰空这里给一个大救下来 黑鸟开始给大招 给吸血 风光输出 虚空没有大 虚空没有大 这里大推推 直接一个大招拍下来 飞机已经完成了一波双杀 尼克威比虚空 现在没有大招 他也不知道在正面 他能打得过谁 直接被黑鸟跟飞机 两个人收掉 而DP目前生了一丝鞋 又被小学生抓住 风筝吹起来落地 我一 哎 什么 哎呀 我这还等着喊双人舰呢 连给我一个喊双人舰的 结果都没有 就直接死了 让人多数来到13比2 星辰现在是领先了 8000加的一个经济 而且黑鸟的经济 现在已经是赶到了 全场第三位 超过对方所有的大哥 应该是 哎不对 对好像比虚空稍微少一点点 看一下啊 呃 呃 呃 好像是这个键 啊 对这个键 啊 差不多跟那方虚空持平 这把结果关系到2080Ti大叔吓死了 哈哈 没有没有没有 已经已经确定买2080那个S了 2080Super都可以了 我觉得买2080Ti我 确实有点太贵了 它比2080 那个什么 它比2080Super贵了差不多的一倍 对于我来说的话 我又真的没有那么高的需求 我不是说我要去玩个什么 什么特别大制作的游戏 然后还要跑到100帧 玩个2K4K高清的游戏 我还要跑到80帧 我也没有这些这种游戏的欲望 我就玩个DOTA2给大家直播 能能把这个直播马力推上去就行了 啥都别说了 我已经下单了 已经下单了 太快了 说啥都完了 在星辰那边领先着11000的经济 那黑鸟现在装备在大推堆以后是直奔BKB 没有去出A仗的这个打算 还是直奔BKB 一切求稳 这场比赛BKB的优先级 我觉得就我自己真先感觉一般 我自己觉得是一般 可能他觉得还是出这个装备稳一些吧 对方这场比赛 其实大家仔细看一下对方的输出 就是说冰龙的技能输出 主要也是依赖大招 然后呢 虚空的输出也是平A大招无数魔免 DP的大招无数魔免 比较依赖魔法伤害的反而是对方的 玛尔斯和神域两个点 而且这场比赛从控制的角度来讲 对方所有的控制几乎都是无数BKB的 这个BKB可能最大的作用是 从对方玛尔斯的大招里面走出来 或者走进去 这个飞机不是黑鸟 飞机这边一个大招过来 也不追了 看见对方的冰龙直接跑到侧面的话 也不追了 不浪费这个时间 人马现在身上的装备是在出龙丝 这里人马开大直接 强行去追对方的冰龙吧 这是为了 其他的地方没有需要大招的地方 这里冰龙给上自己一个冰箱 人马过来一个双人舰 一脚踩 最后人头RJSCC的飞机拿下 飞机的经济14700 增长得好快啊 SCC SCC最近这个刷钱是真的厉害 他现在的就这届比赛当中 他表现出来的这个刷钱速度 真的是国际顶级一号位的刷钱速度 我说我说心里话 我不是奶他 真的就这届比赛 SCC这个刷钱速度真的吃人 虚空这一个大招 罩住飞机 小精灵开大 但是被对方直接绕后了 这样吧 飞机被秒 我闭嘴 我闭嘴 我错了 我给观众认错 我的问题 怪我 怪我 我下次等他们破了高地再说 好吧 我对不起大家 这三三在下路 又是被黑鸟直接欺负了 等下次破了高地我再说 好吧 这次我的锅 巨空我现在身上的装备 BKB加狂战 然后准备去出大雷锤 这波开悟 看看能不能抓住虚空 有机会 这个走位很有机会 这个虚空跳回去 人马跳踩 没踩住 踩住对方一个神域 也行吧 因为这边虚空的位置 好像 不行了 抓不保 等到对虚空第二个跳的话 那就没机会了 这里小精灵带着飞机 飞回去的位置 应该还是比较安全的 刚刚没有人能够蹲到这个点 25分钟 正好打完这波团游 过来控制闪金神符 给奶A队 我不能乱讲 不能乱讲 感谢 感谢周风明 周大佬的打赏 谢谢大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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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路二塔 小学生这波 龙心应该已经出了 在运 龙心人马 3800血的一个人马 3880点血 龙心加上力量臂甲 有笛子 有跳刀的一个人马 很大呀 飞机现在身上 BKB加一杖 加雷锤 然后大雷锤 现在快出了 前还差一丁点 丁点身上的装备呢 BKB有了以后 准备出的是跳刀 扬刀 很扎实的一个出装 非常非常扎实 对方的虚空 这个时候的经济 增长速度还是挺快的 大部分的经济 都让给了虚空去刷 而且有跳 高等级的跳 加上一个狂战斧 刷的还是挺快的 但是视野这个问题 卡队的这个视野 现在是他们 这个战队 能不能够在 major上面走得更远的 一个比较大的问题 不得不说 Lance在视野方面 确实做得挺好的 但是星辰这个 法把视野被 被对面领先 也是有点小尴尬 大家这波 对方靠过来以后呢 一个扫描是扫到了 对方的人过来了 因为对方有虚空 加地帝 加冰龙 加上马尔斯 这种阵地战 非常厉害的英雄 所以他们也没有着急 先选择往回撤 撤一下以后呢 再去打 因为这时候 他们家里边 有一个假眼 看到了这个虚空 在对方家里的一个 假眼看到了虚空 虚空这里一个大招 直接定住了 对方的小精灵 还有里边的一个 他打不死人啊 你这个 两个大哥 BKP全开了 虚空大也开了 这打不死人 黑点关一下 飞机开始BKP 开始大招 开始输出 小精灵被打死 问题不大 独狗选择了买活 这时候一个导弹 打在DP身上 DP这里 神域赶紧给一个 大救下来 人马一条踩 踩两个 双人剑 一顿平A 先打DP 先打DP 不要去管他这个神域 神域已经没有技能了 先杀DP 这个地方导弹追过来 能撞到吗 没有 差了一丁点 差了一丁点 可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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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马跳过来 再去找头 没有找到 这波 亏了呀 亏了呀 被对方买了四万 争了一分一换二 加上独狗的一个买活 没有能够打死 对方的大哥位 稍微有点可惜 不过好加入 山盾 还在飞机手里边 差了一丁点 让这块 一个财 一个双剑 对方赶紧给上一个磨免 然后再奶上一口 人马上来 直接站这 让塔打他就行了 他不需要上线一塔 他真的不需要上线一塔 他真的让塔打他就可以了 对方这时候 开了一个 修塔 这修塔的 影响不大 我还是可以拆 毕竟是一个一仗飞机 一仗飞机家人马 这个拆打速度还是很快的 三三 选择是拿自己的脸 冲着对方 拿盾盖挡着 变成了斯巴达 感谢观众 打赏的失误 绕币 谢谢大佬 谢谢大佬 么么哒 么哒 NCC开始高热火炮 压一波血量 对方拿一个冰箱救一下 尼科威比这个位置赶紧跳出来 马尔斯这个大招开起来以后呢 也是挡一下对方弹道 但是并没有能够框住任何人 保护了一下虚空这个作用 唯一的是 小精灵连着飞机 这里人马开始去拆中度的高地建筑物 这个兵营 没有人敢上来守啊 虚空的大招 现在CD还有30多秒钟 DP的大还有20多秒 这拖大又接着修塔 又是给上了一个维修器具 接着修塔 但是这帮人就是赖在你高地不走的一个意思了 大雷锤A杖加BKB的飞机 身上还有骑士剑 后排站着一个小精灵 最关键的是这个飞机 它是个光头 那你说的还有什么可怕的 光头飞机 好吧 你知道在现在这个年代 光头那意味着什么 飞机这拨一顿输出后排 想过来去绕后没有成功 想绕后没成功 这个虚空想绕后放大 结果被黑鸟直接关了 这个地方它开始疯狂的输出对方的人马 然后被人马给打爆了 没打过人马 被人马把BKB给逼出来了 虚空的BKB开出来以后 想出来大人 但是没大盗对方的黑鸟 或者说的大盗也没用 因为它不能大盗人 黑鸟加毒狗两个人的话 对方一个关就救下来了 光头飞机它冲上去了 光头飞机这个时候 开始在高地上面 去疯狂的输出对方斯巴达的正面 就是拿自己的这个 人马一脚踩 没有踩到对方DP 但是踩到了这个斯巴达 斯巴达这里接着拿脸冲着 DP的大招已经没有了 虚空只要小鸟虚空的大就可以了 虚空一个大招 只照住了一个小精灵 毒狗一关 打不死人了 黑鸟再把你一关 开着BKB走进来 先把33A死 等你出来以后 我一个大招拍脸 让你感受一下 被秒杀的快感 准备 上啊 上了黑鸟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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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 我去憋死我了 这一下 哎呦 我去这一下憋死我 气死我 哎呦 气死我了 一个冰龙大 接着一个沉默 中路的梅亚塔 拔了 麅亚塔 拔了以后 开始去输桌 虚空 踢我过来 开始欺负对面的毒狗 欺负对面的毒狗 黑鸟关一手 关一手出来 我先曼滴滴打死 这边你又过来了 又过来了的话 我毒狗再关一手 BKB开起来 飞机已经开始拆基地了 懒得理你 你爱杀谁杀谁 反正你杀个毒狗 也影响不了 什么比赛的节奏 这边我再关一下 小精灵 飞机 开一个大招 掩护一下小精灵 小精灵出来 哼点一个大 你看 说上你要瞄 你就得瞄 绝对不能让你 输入服务的 把这张比赛结束了 然后NikoBB 整个买活 出来荣耀一波 人马在一边 欺负完了这个 欺负那个 反正你们都打不了我血 飞机 看点两个人 开始拆基地 人马过来以后 被对方三个人围剿 这哥仨打了半天的人马 被人马给单杀了 三打一被人马 单杀了 不说人马还满血 对边又打死一个 人马1v3 已经打死对面两个了 打死两个 都打死三个了 漂亮 人马1v3 打对方三个人 全打死了 GG 恭喜星辰 拿下了本届比赛的冠军 又拿到了一张 晋级档major的门票 而且在这届比赛当中 星辰的这个表现 是相当相当相当的nice 好吧 那么这样的话 恭喜星辰 也恭喜中国道塔 终于这个 被大家寄予厚望了 很久的星辰战队 终于是站起来了 刚刚成立的时候 他们是一只 一直能够打进major的队伍 但是后来沉沦了许久 终于在这一次的 刺锦赛上面 证明自己了 好了 那么这一届比赛 就给大家录制 和直播到这里 我是三号大叔 让我们一起 非常开心的 结束了本届比赛 然后期待着星辰 在major的比赛的表现 感谢VIO大佬的 一百刀打赏 谢谢大佬 谢谢大佬 摸摸达 感谢manapp大佬的打赏 感谢各位 感谢各位 咱们录制 就先到这里 到一段落